我们继续看 他说 为什么会有这个五蕴身 就是色受想行事急 急就是急剧 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身心 充满着苦的这个身心 生老病死苦 愿真会爱别离求不得 种种的苦 聚集的这个身心到底是怎么来的 苦到底是怎么来的 他说远眼及色眼视身 其实他这个是在说我们这个心 那么透过这个感官 去了解这个境界 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眼根接触到这个境界 色身眼耳鼻舌身义 接触到色身相位触法 那么产生了别 就眼视 眼根对色就生眼视 耳根对声音就生耳视 那么其实 他并不是说眼睛看到这个东西 那么生起眼视 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视在眼根上起分别 眼根所对的境界起分别 其实是这样的 那么所以心在眼根上分别眼根所接触到的境界叫做眼视 在耳朵分别耳朵所接触到的声音叫耳视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是远眼及色眼视身 这个是大家都一样 凡夫 愚痴闻凡夫跟多闻圣地子都一样 佛陀看到舍利佛知道是舍利佛 穆建连看到是舍利佛 也知道是舍利佛 那么品婆梳洛王看到舍利佛 也还知道是舍利佛 那么有解脱的没解脱的 有智慧的没智慧的 也跟成事 他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但重点是 那么境界之后 他怎么样去想 那么这个就不一样了 那所以三世和合生 处 那么这种处对境界 我们就叫做 就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处 就是说跟成事和合的这个状态 那一定是要有了别 如果你见了就是比如说 孔子闻少月三月不知肉味 他这个声音一直在这边 吃东西没有 舌接触到这个味道 但是他没有去了别那个味道 他还在那个义对法臣 上次的那个声音 还在了别那个声音 那么这个事就没有在舌根上了别了 或是听而不闻 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 他的意思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意识在哪里了别 但了别只是了别 它只是一个了别的作用 那三世和合生处 我们把这一种对境界的认识 叫做处 对一切境界的认识 乃至于你自己一个人作者 想起你的身世 想起你的未来 想起别人 想起种种 那么那个 那个也是境界 那个叫做法臣 义跟对法臣 好 那接下来就是处会生寿 处会生寿 这个寿就有苦寿 热寿 不苦不乐寿 那么处生寿 这个也是凡夫跟圣者都有的 佛头吃的好吃不好吃 他也知道 看见提伯达都有烦恼 舍利没必烦恼 他也知道 就是说了别是了别 寿是寿 有苦寿 有热寿 他也知道 但是重点就来了 寿 寿之后 有没有生爱 这个凡夫跟圣者就不一样了 那这个在第几经呢 我们看 第 第 色乐着身取寿 感觉寿在哪里 我看一下 七十六十 六十二经 就前面六十二经 你看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六十二经前面 他讲到这个五蕴 那么 于吃五蕴凡夫 于苦 热 不苦不热受 不如死观察 那么 不如死观察 那么 所以 于受 有没有 热着身取 就从这里 那么受是有受 这佛头 吃到好吃不好吃 他也知道 他能分别 他怎么 舌头又不是没有作用 怎么可能不会分别呢 好吃不好吃 知道 但热着不热着 就跟人不一样一样 那就像 我们说大雨 喝到酒 好喝不好喝 他知道 但是 好喝之后 觉得好喝 好喝之后 你那个受想失 你那个失 你觉得 你要再怎么做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在这个受 受还是有受的 佛陀 佛陀走到很累 他脚 脚会酸 这个也是受 他怎么会不知道 走到很口渴 跟阿难讲 阿难我口渴 这个也是苦受 你去跟我 你去跟我 要一杯水 脚很酸 酸的时候 佛陀年纪大的时候 走一走 一停下来 阿难就要为他按摩 就垂背来按摩 为什么知道呢 因为阿难经里面 有一经讲到 佛陀年纪很大了 要到居士纳路涅槃 大概在这个时候 前面不多久 停下来的时候 阿难就帮他按摩 按摩才发现到 佛陀的皮肤这么重 老了嘛 怎么会变得这么重呢 佛陀才跟他讲 阿难啊 我也是父母生的 跟你一样 这个本来 月报生就是这样 那这个其实 所以这里就是瘦 好 那瘦其实 大家还是一样的 你不要说都没有分别 苦乐都不知道 没有知道 知道是知道 好坏知道 好人坏人知道 有烦恼没烦恼知道 有贪没贪知道 知道 但是知道之后 你怎么做 依于什么原因怎么做 这个就很重要了 所以他一开始 就要叫你如实观察 就是这样 你如实观察之后 有苦受 有热受 你之后会怎么做 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 那么 就好像 你看见 有小孩被打 那么 你一开始认定 那是你的小孩 那你肯定是不一样 一开始看是别人的小孩 你就在想 要不要帮他 那如果是你的小孩 没有要不要帮他的意思 就是怎么样帮他而已 没有要不要的 那么这种其实就是 你一开始就认定是什么 他就会决定 你未来要做什么 那一样 所以这个受 我们来看 重点在这个受 其实受还是有受 佛陀也有苦受 一样有 那但是 这个苦受 只限于 深苦 深苦 他心不苦 他心没有苦受 因为他没有所谓 怨证会爱别 你求不得 他没有 没有这些 但是他有老病 这些苦受 还是有的 但是他不以为苦 他不以为苦 但是这种受 还是有的 那么 吃到有毒 拉肚子 他也知道 不能再吃了 不可以给其他的比丘吃 他也知道 好 重点就在这里 原受 深爱 所以 这里 六十二经也是这样 他讲 因为不苦不乐受 不如实观察 不知道这个受 受也是因缘深的 那么你只取了 受位 不如实观察 所以 一色热酌深取 那么 热酌深取 那么这里是讲 其实前面是爱 爱 然后才是取 那么他就直接讲 一热酌 热酌就是爱 所以 原受深爱 那前面是 这个受 热酌 热酌就是爱 所以他前面讲 爱乐 赞叹 热酌 都是爱的别名 其实是这样 好 所以我们修在 怎么修呢 就是 在这个受 那么 后面就想 受 想 失 那 他 你怎么想 怎么做 重点就在这里了 重点就在这里 那么一般来讲 就是原受深爱 那这个爱 包括苦受 热酌 不苦不乐受 通常都是 都是在一种 我见 我爱的模式底下 都是这样的 那么 后面还有 那爱 就取 取就 有 有 就生老病死 忧悲老苦 乃至 纯大苦俱正 他这中间 省略掉了 那这 我们看前面的都有 那么这里 总共是把 从62经 74经 86经 到98经 这四部经 全部是一个系列 就是 这一些 论诗 或是说 我们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 大家是当时 就这样编的 如果是的话 他基本上 就是把它放在 同一个系列 但是因为 送此次来的 有一点小差别 那 他们又把它归类 所以 总共 每一部都有 12部经 就有48部经 但是这四个 是同一个系列的 那 我们后面再来讲 先把这一部讲回 好 那这里 如是 圆耳鼻舌 生意 是 即法 生意 是 其实就是 跟前面一样 眼 即色 眼是 那么后面 耳鼻舌 生意 色身相位 促法 生眼是 耳是鼻是 意是 生是意是 那这个加起来 是什么 叫做18界 我们还是 再写一下 反正反复 熏习 常常在写 没关系 就是 眼 眼 眼 耳 因为这个是 蕴相应 蕴相应 比较少讲到 六处 但是这里有讲 眼耳鼻舌 因为它是同一个系列的 那这种基本上 在 陆处相应 讲的比较多 五蕴相应 基本上只是讲 色色相形式 眼耳鼻舌 色身相位 促法 眼是 耳是 鼻是 耳是 这个眼是 就是 耳是 就是 耳是 那么这 了别 了别这些 所以是 其实就是 了别而已 那这个是 舌是 基本上就是 蛇似味 鼻似香 耳似生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生畜 生事 意识 意识法 好 那么这个我们叫做十八戒 六根 六成 六四 我们就把它叫做十八戒 那这个叫做十二处 那十二处 这个叫做内六处 这个叫做外六处 六根叫做内六处 应该是这样讲 六根六成 这个叫做内六处 这个叫做外六处 那么合起来就是十二处 那么 根层似合合生处 根层 这个叫做根层 合合生似 根层似合合生处 就生处 处就是对这些境界的认识 处之后 处对境界之后 他就有受想师 受 想 师 那么师 那么师 实义是行新手 的代表 那 所以这个就变成 这里 这里 这言而彼此的身 这个就是色 那么 受 想 行 是 就变成这样 这个就五蕴 这里的色 然后受想行是 这个是是 那么这个就是五蕴 五蕴里面这里是新手 那由这个身跟是 那么 它重点在这里 那瘦 像这里讲的瘦 由这里之外 那一般来讲 眼处 眼处 手伸瘦 耳处 手伸瘦 那么就有眼处所伸想 就有所谓的六瘦声六想声 那么就有所谓的印象 那么重点 重点在受想之后 这个受或这个想 那么它就产生爱 六瘦声六想声 有种种的感受 种种的印象 它就产生爱 那有时候讲三种 有时候讲一种 有时候讲五种 那爱就是只是爱 那爱再深一点 叫做取 那有时候讲爱 就是赞叹懒拙 那有时候 有时候讲五种 后面有时候讲五种 那么基本上就是爱取 那么取之后 那么就会 引发这种 它就会 造作 造作就产生业 然后就产生有 其实是这样的 由于这个 产生爱 爱其实就是 无名相应处了 那么爱取 它是由这个诗来的 爱取 爱取之后就有 有 有之后 它又形成未来的五瘦声 那未来的五瘦声 又造作就这样 一段一段循环 那么也许在人 也许在天 也许在阿修罗 它其实是这个 它其实是这个状况 那么重点在 所以一般 有时候以这个为重点 叫做 名相应跟无名相应 那名相应 无名相应就从这边 那就是说 你一开始的了别 名相应跟无名相应 名跟无名 带着我见 还是顺于解脱的 无名相应 这个处里面主要有 名相应跟无名相应 所以五孕六处 六戒 十八戒 这个叫孕处戒 那这里所谓的名 相应跟无名相应 跟无名相应 那么 那么名相应 就是顺于无我思维的 未换理 那么 无名相应 就是爱乐 赞叹 懒着 顺于生死的 其实它就是这样 好 所以我们这两个人看 他说 这个三四合合生 处 原处 因为处 就开始有受 因为受就生爱 你可以不生爱 你可以不生爱 那你一般来讲 一以习惯 一以习惯跟业力 一以习惯跟业力 我们就做烦恼跟习气 那么一定会生爱 那重点是 你有没有克制 那有没有反观 反思 那么就会 爱懒着的力量 就会渐渐减少 渐渐减少 渐渐减少 其实是这样 那么一开始 因为你是与生俱来的 你不可能不生爱 不可能不生 就是 比较深跟比较浅而已 如果不生 那你就解脱啦 你就不会来啦 没有爱你就不会来 无名为父 贪爱为母 你是因爱出生的 你不可能没有爱 不一定没有贪爱 所以才过完母亲节而已 那我们说 那我们说 鱼吃无闻凡夫的母亲是谁 就是贪爱 他的名字贪爱 那么多闻圣地子的母亲是谁 谁 波勒 波勒为母 波勒是出生诸佛 一切佛母 多闻圣地子的母亲 过母亲节要想到你的母亲 就是波勒 波勒是什么 什么叫做波勒 有无我的智慧 就叫做波勒 无我像 金刚经说的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有无我的智慧 就是波勒 所以 你过母亲节 要想到母亲 那么 鱼吃无闻凡夫的母亲 就是贪爱 那就在这里取分别 就在这里 原受深爱 那么一切的爱 通常都是 我的感受 我的印象 那么这种感受跟印象 多数是由于过去 过去的习惯造成的 就是过去感受不好 过去的印象不好 或是过去的感受很好 过去的印象很好 那么又习惯 就这样 与生俱来 那么学习带来 就是这样 我们叫做先天跟后天 通常就是有这两种情形 先天俱足 跟后天又培养的 那后天培养的 又造成先天的 那么这样的争抢 就这样不断反复了 所以原受深爱 所以一般来讲 无名所富 爱解所欣 那么 众生 长夜沦违 不知苦之本济 这个是阿罕经常说的 或是无名所富 爱解所欣 那么 有 得此 有事之生 就无印生怎么来的 无名跟贪爱 那贪爱在哪里 贪爱在哪里 产生 就在这个受 苦受 乐受 不苦不乐受 这里 所以一般 为什么要叫你 观受是苦 让你不生爱 让你不生烂灼 那么 他这里就讲到这里而已 那有些后面会在讲 那爱后面是取 取后面是有 有面 我们看八十六经前面看 前面就有 就爱后面 我们看 乐 乐走一色 乐走一色 故取 取故有 有缘生 生缘老病死 优贝老苦 那么 他后面就讲了多 那这里没有 这里就直接讲 我们再翻回来 就是八经 翻回来 原受深爱 然后就简单了 如是乃至 存大苦 聚集 那其实 因为他这四部经 是一个系列的 所以他就 简单了 因为后面有一个寄送 就是把这四部经 是放在一起 那其实这四部经 就代表四十八部经 四十八部经 好 那这个 如是乃至 存大苦 聚 生 就是沦违 苦海 那么 世纪 受享 行事纪 那么 其实 就是五蕴 摄受享行事 为什么 五蕴生 为什么会有 那五蕴生有 重点不是五蕴生 为什么会有 而是苦 而是苦 所以 这个后面 就会讲到四地 不知道在哪里有 就是 有时候从元祺讲 有时候从四地讲 有时候从五蕴讲 有时候从六处讲 有时候从十八界讲 就是这样啊 那你要把它汇通起来 其实他在讲 同一件事而已 从不同的角度去做观察 深入在深入 所以他说 观察 分别 种种分别 知 广知 种种知 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 从不同的角度 切入 从不同的层次去认识 那么你就越来越清楚 你讲到五蕴的时候 你不离开六处 讲到六处的时候 不离开五蕴 那么不离开运处界 不离开元起 五蕴不离开元起 五蕴不离开四地 不离开中道 其实都一样啊 会通的 所以我说法跟法要通就是这样 但是你通了之后 你一定 讲这一些 其实就是讲你自己的身心状态的 你会背 背了之后 你有苦受的时候 你没有如实观察 我这个苦受 你没有知道他的过患 那你背是背 没有用 没有用 法跟心不通 法跟心不通 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你只是知识的累积 知识的累积 不能带动你烦恼的减少 那么这个知识的累积 它就变成作用不大 它不但不能 它不但不能助到 它还会占到 所以古代的人说 知之一致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讲到知之一致 不知道是哪一个主师说的 我不晓得了 知识 现在我们读了这个 就叫知识 那知识转成为一种思想 思想成为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推动 那么才产生作用 知之一致 那么 助到 它是修到 他叫做助到 藏道之贼 就是你会因为你读得多 那么产生傲慢 或是你不会用 你读越多就越烦恼 你读越多就越不能解脱 那有时候把这个叫做所知障 但是 维持的所知障意思不是这样 那 知之一致 助到之美 就是你还必须有文字般乐 才能起观照般乐 那有观照般乐 才能误实相般乐 所以必须要有文字 这个叫做知识 但是如果你的这些听文的佛法 你没有经过如理思维 他反而不能助到 那么帮助你修到 不是你修到的工具 反而是你修到的障碍 那么 他也有讲是路道之美 我是想路道 助到 路道之美 我忘记了 应该是路道 路道之美 还是助到 不想忘记 已经忘了 好 其实就是让你修到的助力 好 所以我们读书也是这样 厂长要把它回归到 佛陀是这样教 那我现在遇到什么境界 我要怎么想才对 我要怎么想才对 那想完了我要怎么做 做完了再察觉 我痛苦有没有减少 我烦恼有没有减少 如果没有 那还要再重新想错了 或是修错了 或是说想对了 但是它还没那么快 但是一定会有一个现象 就是你的苦会减少 它不会一次就解决 但是它会渐渐减少 让你喝了水 你很口渴 你不会喝一小杯 不会喝一小杯就解渴 但是至少会缓解 缓解 没有那么苦了 那么你再进一步 其实就是这样 慢慢修慢慢修 每天都有境界 而且有可能 一天很多次境界 就算没有人的时候 也会有境界 异对法 会想到过去 想到未来 我以前常常一个人 常常想到 我哪在这拍命 为什么这么狠 想一想就流泪 真的 我不喜欢跟人家在一起 因为自卑 躺在海边 就算没有人 你还是很多境界 真的 那么这种 其实有人一样 没人一样 问题是怎么想的问题 那种感受 那种印象都是从过去累积来 小时候 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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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对我怎么样 我对人家怎么样 我这样就想了很多 那么这一些 想法又加强那个感受 那个感受 又让你有更强烈的想法 他这样无形中 你就会发现到 我见我爱 就这样 以前不知道 以前不知道 就一直在那边转 一直在那边转 怎么转 转不出来 没有人会带你出来 怎么转转不出来 没有办法 因为没有人告诉你 你不应该这样想 哪里知道 我都不应该要怎么想 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 你又不是我 你又不知道我的苦苦在哪里 我不这么样想 我要怎么想 那通常 我们没有办法 没有学会冷静 那么如理思维 好 那么有时候 学了佛也会这样 就是要离苦 要离苦用很多方法 努力拜佛 努力念佛 努力诵经 我想说以前 以前为了要解决某些痛苦 用功啊 早上起来诵 早上起来诵华言经 晚上诵华华经 而且一定要坚持 酸盘诵经 那么一定都这么努力了 痛苦也没有减少 那么就会觉得 怎么这样 就是 到底要我怎么办 要我死给你看吗 那么 那个时候会觉得 到底是要怎么修 所以以前 我刚去读福元的时候 福元要写周期 我最常写的两句话就是 精进无门 用功不上 我要精进 但不是我不知道从哪里精进 我要用功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功 这个并不是说 我不用功不精进 而是我觉得 我已经很用功很精进了 但是我就觉得没有效啊 无效啊 用功不上 精进无门 那么就 就常常会这样抱怨啊 但是因为其实 老实讲 没有人告诉我们怎么修行 我们多数知道的修行就是 你就好好念佛 好好诵经 好好拜佛 那么时间到了 夜障减少了 智慧开了 自然就问题没有了 我告诉你 真的不是这样子 真的不是这样子 那么 你必须一定要 我说 这个中间差在哪里呢 差在没有如理思维 就是这里讲的没有如实观察 你只是 我们说难听一点 就只是 就是 叫做迷信啊 但是这个也不能叫迷信 但是就是说 你没有用对方法 就是说 你迷信与佛菩萨的力量 佛菩萨真正的力量 是启发你的智慧 导正你的错误 那么你没有 你错误没有 你是听佛菩萨 信佛菩萨 但是你没有学佛菩萨 所以你成不了佛菩萨 但是你也没有要想成为佛菩萨 老实讲 多数的人修行 没有要成为佛菩萨 他只是 很简单 很卑微的 不要再让我受这样的苦 只是这样 可是 佛就是不想再受苦 而且永远不想再受苦 受什么苦 生老病死 因为有生老病死 就有愿正会 爱别离求不得 那么也是一样而已 不想再受苦 所以你没有去观察 如实观察 苦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所以你就没有能力去解决 苦要怎么样消除 所以你就会念灭定业真言 念欺佛灭罪真言 然后念这个灭地狱真言 破地狱真言 我告诉你 你没有灭烦恼 你没有办法灭业 没有办法灭罪 没有办法灭地狱 没办法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要从因 那我们多数的佛教徒 基本上还是非因 基因 非国基果 多数还在这里 你要知道 要得正见 断生见 那么一定要先去掉 借进取 借进取 有时候展开来 叫做见取 借进取 那其实它就是借进取 非因基因 非国基果 观念上一定要正确 那么所有的观念 一定要知道 所有的苦因 都来自于你自己的烦恼 所有烦恼因 都来自于我见我爱 我见我爱到底怎么生起的 我们说一种是与生俱来的 一种是分别而起的 分别而起 从哪里分别而起 从根层式 处 从这里开始 分别生起 就只在讲这个 现在就在讲这件事 那你有没有 好好地想一想 因为每一个人都受过苦 每一个人都受过苦 现在还继续在受苦 只是你感受的深 感受的不深而已 但是 基本上 每一个人都在受苦 那么就算饥饿 一餐没吃 会饿 他还是苦 太冷 太热 还是会苦 那么 只是这个苦 大不大而已 那有一些刻骨铭心的苦 那不管是怎么苦 不管是怎么苦 都会过去 但是过去了 还会再来 问题在这里 再怎么大的苦 也会过去啊 你就是在无间地义 受完报 还是会出来啊 问题是 还会再进去啊 还会再接受啊 问题是这样 如果苦受完了就没苦 那我甘愿找一点受完 这个就变成 就变成苦行外道的 现在赶快 赶快让它受完 以后不会再受苦了 没有 不是 你没有灭掉那个因 你就是受苦 你还会继续受苦 并不是 苦受完 那就没有了 以后不受苦了 那就赶快把它受完就好了 没有 不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现在来看 再继续看 那么这样 原处生寿 原寿生爱 耳鼻者声音都这样 如是纯大苦聚集 世民涉及受想行事情 你看 这个就是五蕴啊 所以五蕴 十二处十八戒 讲同一件事 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而已 所以这里就是我们说 这个分别 种种分别 好 那么云和色灭 受想行事灭 那么我们说 重点不是色灭受想行事灭 我们灭这个身 灭这个受想行事 不是 重点是苦灭 因为这里看起来是 色受想行事灭 其实就是 因为它主要是说 这个我见我爱的问题 有这个我 但主要是苦灭 因为有这个身心 有这个色受想行事 叫做五蕴 五蕴四肩 四肩是苦 讲的就是这个五蕴身心是苦 生死是苦 讲的是这个 重点是 有生死 有苦 所以 这个 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苦灭呢 远远及色远四肾 你看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凡夫圣者都一样 你对照前面的 那么苦到底怎么生起来的 远远及色远四肾 苦到底是怎么灭的 远远及色远四肾 三四合合生畜 有没有 这个是一样的 那么 它基本上 它说 远处生寿 远寿生安 它底下说 处灭则寿灭 乃至 纯大苦俱灭 那么处怎么灭呢 其实这个处是指 无名相应处 那么 你不是 因为处也没办法灭 你又不是 名相应处 就是无名相应处 只是说 你这个无名相应处 灭掉了 没有 没有无名相应处 那无名相应处就是 由处而来的 受想时这一些 他爱 没有贪爱 没有贪爱 要不然 你说眼睛看不到 那心里面也会想得到 那么 你眼睛闭起来看不到 那你就没有处了吗 不是 那么处 它只是自然的 你眼睛看到东西 你了知 这个是花 这是一朵蓝花 那么 但是接下来 那么你 深爱 深恨 那么就不一样了 这是月亮 这是十五的月亮 那么 那么你因为月亮 生悲哀的心 生快乐的心 那么这个就来自于你过去的印象 跟你现在的遭遇 那么它就不一样了 所以 这个地方 它讲 但是它基本上是 从这个缘起来讲 无明灭 则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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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一直讲上去 那其实像 五蕴身心 像这里也是 色受想行事 其实它就在讲身心 就在讲身心 它只是分开说而已 那么往前推 就是你不生起 不生起这个懒爱 不生起这个懒爱 你跟尘师一样在运作 一样在运作 佛陀成佛之后 舍利佛正阿罗汉之后 跟尘师一样在运作 看见提伯达多 依然知道 眼根 看见提伯达多 是提伯达多 提伯达多有烦恼 它依然知道 那么没事 不要去惹提伯达多 它也知道 尽量不要 但是它不会这样 怨恨提伯达多 不会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它也知道 它跟尘师一样有处 处对提伯达多这个境界 它一样有受 有想 它知道 这个提伯达多 这个烦恼心重 那么它已经够可憐了 不要再让它起烦恼 如果它看到 我会起烦恼 我不要让它再去起烦恼 它一样有这个心 但是它不会因为这样 自己起烦恼 不会 那么所以这个 我们来看 它说 那么 触灭则受灭 乃至纯大苦惧灭 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 触受 想 失 重点在这个失 那当然 有时候在这个受上会加强 因为你那个我爱的程度 你那个感受会加强 那么就好像说 同样一句话 你帮助的人骂你 你的妈妈骂你 一个不认识的人骂你 还是 一个伤害的人骂你 这句话的重量不一样 因为你自己给它加上去的 那个感受 就是你会加上 我见我爱的这一部分 让那个受 变得更苦 就好像 就好像时间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时候你肚子痛 那个时间就过得特别慢 怎么这么久 还没看到厕所 类似像这样 那么其实时间是一样的 那句话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 加上你的分别 我们叫做无名相应的 我见我爱为主的分别 那么它就不一样 它的感受就不一样 它的感受就不一样 我们说一样的月亮 一样的月亮 以前我看到月亮就会哭 为什么 为什么事件都圆满 只有我不圆满 真的 就会哭啦 就奇怪 很奇怪 就想到 只有我最可怜 那么 就是 那么 这个就是 它境界是一样的 但是你的想法不一样 你的感受就不一样 你的感受不一样 你的想法不一样 那这个基本上都是 不离开我见我爱 所以你的决定就不一样 就是 那么 那么 你开始 做一些 就是说 我不要跟人在一起 怎样 你就是为了越孤单 越来越孤单 不喜欢跟人在一起 那自己一个人 那么 但是自己一个人 又不知道怎么办 那跟人家在一起 更不知道怎么办 反正就是会这种 很挣扎的情况 那么 那么这种其实 我们看 这个都是受想型 那么都是根层式 在起作用 好 那我们在底下看 所以 灭到底怎么灭的 其实就是 在触对境界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 就要如实观察了 在触对境界的时候 你就要如实观察 所以 一般来讲 六根 清静方为道 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 那么 有时候讲 根利语 那么 我们当然 不太可能 都不起烦恼 但是 根利语的意思就是 你在 触对境界的时候 你控制 控制这些烦恼 那么 你能控制 那进一步 增强你自己的力量 你能调伏 那么 再配合你的证件 如实观察 你就能断除 烦恼的根本 其实是这样 好 那么 后面 一样 如是耳鼻舌 身意 那 一样 有 触 那么 触 灭 则受灭 乃至 纯大苦惧灭 世民 色受 想 行事 灭 就是 不再有这个五蕴声 未来 未来不再有 现在这个有 没办法消灭 现在这个有的生 一定要进入 进入死 生死 有生 无不死 所以 没办法 但是未来不会再有 未来不会再有 所以 苦不会再延续 事故比丘 常当休息 方便禅师 它 重点 你平常就要训练 自己的心 要独一进处 专精思维 那么 内极其心 那么 思维 专精思维 硕硕思维 思维什么呢 思维这些 这个 我们到底身心 都是怎么运作的 我的烦恼到底是怎么来的 怎么升起的 那么 整个身心到底是怎么一种状态 生死到底是一种怎么状态 那么 慢慢慢慢 你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心越来越有力量 烦恼 越来越不能影响你 就算 别人起烦恼 影响不了你 你自己起的烦恼 也不会一直延续 不会让它延续 不会让它扩大 不会 你就是它控制在一个范围 最后 你可以调伏它 你可以缩小它 那么一开始 你没办法缩小它 你只能控制它 不让它继续扩大 那么 不让它扩大得很快 你只能这样 那渐渐的 就你能控制它了 那么 最后 你不但能够控制它 你还能够减少它 那么 到最后 它的力量越来越小 你的力量越来越大 就是烦恼的力量越来越小 智慧的力量越来越大 那智慧当然就是文实修 不断不断的 那么五蕴六处 十二戒 十八戒 十二处 缘起 中道 就这些四地 你不断不断的汇通 那么你的心 越来越有力量 那么 表现在 你的日常生活里面 你安定 心安定 而且怎么样 明白 对很多事了然于胸 你讲不讲 你都清楚 那么 什么时候应该讲 什么时候不应该讲 那么 要讲些什么 你是很清楚的 别人看不到的 你看到了 你看到因 你不会只看到果 那你还会看到后续 从这个果之后 还有 会产生新的因 这些你都看到了 那么 你常常这样观察 那么 当你起烦恼的时候 你也会观察 这个果 是怎么来的 那么 如果你不怎么处理 它会产生 新的一个什么因 这个因 又会造成什么果 这个就是未患 你的患 那么 你会知道 那么你就 见见见见 这个叫做缘起 你见见见 对缘起这件事 它不再是一种理 它不是是 你这种知识 它不是一种知识 它就是一种 在生活上 你看到的现象 它是这样这样的演化 这个时候 你看到任何一件事 你都跟缘起 无常 无我 连结在一起 这个时候就叫做 二六十钟 念佛 念法 念神 真的 你不是就真的 在那边 双盘起来 送花花经 送花园经 不是 这个就叫做 原遁教 救援又遁 但是这个要训练 要训练 你就常常这样训练 其实我也是这样训练 就这样训练 要训练很久 看每一个人不一样 就这样训练 这样训练 那你会发现 你的心波动的时候 比较少 常常会有境界 但是 你越来越不受影响 真的 那你说完全不受影响 也不可能 毕竟还没那么厉害 但是就是 你就这样 渐渐修 渐渐修 就是说 这个世间 不断在发生很多事情 社会的事 家庭的事 国家的事 自己的事 一样有 我告诉你 那么 你要不 常常会担心 会害怕 会忧虑 会不安 自己的事 自己的事 最主要的就是 身体的健康 经济的状况 大概是这两种吧 然后 家庭的事 就是父母 家庭大概就是 父母跟子女 然后 再有就是兄弟姐妹 反正就这些 然后再来就是 社会的事 我们这个社区 怎样 怎样 因为这影响到你 然后再来就是 国家的事 反正这一些 这一些一直牵动着你 那么 你打开电视 打开报纸 听人家讲 反正 你都会有境界 都会有境界 你不要以为 这个不是境界 这个就是境界 你有什么感受 有什么印象 有什么想法 你有什么决定 那么这一些 就是平常 就是讲这个 你的爱怎么生起来的 你的爱就是从这些 从这一些 触对境界生起来的 不然呢 不然哪里来的 烦恼 烦恼怎么支生的 怎么支养的 就是这一些 你看起来 好像没什么东西 它就是不断不断 长出来 不断不断长出来 那么习惯了 比较强的境界 就有比较强烈的感受 不强的境界 它一样是这样的直取 那么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 它就产生一种 事不可挡的力量 就是你控制不了它 因为你平常就没在控制它 你怎么可能 它一发作 你可以控制得了它 那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你平常就看着它 在控制它 它一有问题 你就控制了 一有问题你就控制了 它没有办法做大 但是你的智慧 就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有力量 你朝这个部分去修 我告诉你 没有不成功的 真的 好 所以 事故比丘 他讲 一开始 当然要让心有力量 我们说这个心没力量 智慧的力量就不足 就好像火 风太大了 心不专注 那个火的力量不能集中 就会被风减弱 我们被烦恼 被我们散乱的心 重点是吊局跟昏沉 所谓的吊局就是 面对境界的时候 种种的想法 散乱 那昏沉就是 你自己的心暗昧没有力量 平常就没有如实观察 那当然这个时候智慧就 你虽然多吻也没有力量 那你一定要如理思维 专精思维 硕硕思维 那么这样会产生出力量出来 好 他说如观察乃至作证 十二经一如是广说 那一样 跟前面的一样 就是我们早上写的有十二部经 就是在这个休息多休息 休息跟清静休息这边 那么再加上 就是把清静休息改成 休息多休息 那么就是十二部经 就是一百二十页这边 观察是一 分别是二 种种分别是三 知是四 广知是五 种种知是六 清静是七 那清静休息这边改成 休息多休息 就八跟九 然后路是十 处是十一 正是十二 就十二部经 那十二部经就是 如实观察 如实分别 如实种种分别 就这样 如实知 如实广知 那么基本上 它是一个修行的次第 好 那这四部经 各有十二部经 其实都是修行的次第 然后后面有一个种 运动 就寄送 受与生极乐 一搜六入处 一一十二种 就把这四十八部经 又摄受成一个祭 寿 寿就是六十二经 因为它六十二经的重点 在讲寿 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 六十二经的重点 在讲寿 在哪里呢 于受热酌生起 你把这四部经对照一下 你就知道 它的一个差别 六十二经在讲这个受 于受热酌生起 就六十二经的第四行 第四行 于赤文凡夫 于苦乐 不苦不乐受 不如实观察 那么于受热酌生起 就这里 它这个是跟其他经不一样的 就特别讲到苦受热受 不苦不乐受 就这四部经 从这四部经来做分别 其他的大概差不多一样 那么 所以这个六十二 它讲到 讲到受是指六十二经 生是指七十四经 就接下来 我们说这四部经 六十二再过来就七十四 它的差别在哪里呢 你看 比色生 受想起是生 不解脱于色 那就是 于赤文凡夫 我们都从于赤文凡夫开始看 于赤文凡夫 不如实观察 色其 色未 色患色理 乐比色 战胆比色 于未来色 未来世的色 附身 受想形式 一如是广说 就生 所以这七十四经 这十二部经 基本上从这个 未来世 五应会生 这个里来讲 那一般我们就是 缘起里面 无明行事 明色 无明行事 明色六路 处 受 爱 取 有 生 老病 死 悠悲 老苦 它着重在这个 生 那前面着重在那个 受 好 那 再看这个 window 受与 生 极乐 乐就是讲这个八十六经 那八十六经 一样 他说 于赤文凡夫 来看 于赤文凡夫 不如实之色 那么 极灭未万里 乐着 赞叹 那么 这个就是 乐着 赞叹 乐着于赞叹 赞叹社库 取 原有 那么 他重点在讲到这个乐 乐着 所以 受与生 极乐 就是六十二经 七十四经 八十六经 一收六路处 就是这个九十八经 九十八经 跟其他的经的差别 就是他有讲到 跟尘世 眼耳鼻舌生 射身向外处法 也讲到这个六路处 所以 一一都十二经 前面这四部经 一一都十二经 那 再讲这个 其实 禅定三叹经 就是 他修止观的 就是你 心 极静的时候 你是怎么 怎么去思维的 就是观照 你要怎么起观照 才能够正 正路 路处正 就后面这边的路处正 那这个其实就是 他们当时因为没有书 没有书 他们要用很多种 技巧 来记住这些事情 跟这些经 彼此的差别在哪里 不然没办法 但我们现在是有书 如果我们没有书 我告诉你 我们就是背这个 可能也记不起来 你信不信 背不起来 没有书 有书我们都还是 还不知道 到底他讲些什么 何哥没有书 你这样背 要背的 我们没有习惯背 我们没有习惯背 好 那这个 他基本上 总共有48经 那么分四大 四大类 但是这四种 其实就是小差别而已 但是他基本上 讲的是同一个理 同一个理 好 那这个是 总共有48经 受生乐六路处 那么就是我们说的 这里的62经到109经 好 那因为时间到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110经 好 大家合掌回响 愿于此功德 愿于此功德 复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 谢谢大家